黃大陸文書女 好 所以我們講完了一本書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好不好 我們回來看一下上次我講的部分,我再Review一下 我們把這個邏輯講清楚 然後我們再往前走 我們說從一個Liquid變成Solid 它可能是一個Crystal Growth 我們想要知道就是說 想要去預測 到底我長出來的Crystal在某個方向 它是一個有規則形狀 或是不規則形狀 或是它表面它是一個Micro Smooth或Micro Roughness 或是Marco的Smooth或Marco的Rough的Service 這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我們想知道以後 如果我現在是它屬於Micro Rough的Service的話 我們知道它Growth的其實基本上會是個Normal Growth 如果說你今天是一個Micro Smooth的Interface的話 基本上它會叫做Lateral Growth 所以我們如果可以預測 可以預測你長出來的Service 是什麼樣的機制的話 那大概我們就已經決定出它長出來的形狀 那下去的話 你就只要處理這些Kinetic的問題就好 所以 第一個它從Sum Dynamics去approach這個問題 意思就是說 它借用這個Regular Solution的一些概念 然後當有一個原子在Liquid裡面 它Deposit在一個固體上面的時候 它的能量的改變是什麼 所以 它想要從這能量的改變裡面 然後去預估它到底表長出來的Service是Micro Rough或Micro Smooth 所以它去approach 它用Regular Solution的方式去approach 那這裡的Theta的話就是說原子它occupation 就是它occupy occupation的area到底有多少 那這Theta當然在0到1之間 你如果全部覆蓋住 那Theta就是等於1 那如果是都沒有覆蓋住 Theta就等於0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的話 Theta就有點像之前的Modaflexion X 所以這兩項 基本上是entropy的項 那這裡的話 這是等於X 這是Xa 這是Xb 就是等於這個地方的Xa Xb 然後這個Alpha的話 其實就是跟Omega是同樣的單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Alpha的定義的話 是說是entropy的改變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Fk 所以Fk代表的就是說 我到底有多少箭被打掉 比如說今天一個面有12個箭 那有6個箭被打掉的話 那這Fk就是等於1 2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個entropy 除上它的這個平衡的溫度 所以基本上這個Alpha 你把這裡的值 這裡的值帶到Alpha去 所以帶到Alpha去的話 我們把這個值帶進去以後 我們來看Alpha等於1 Alpha等於2的時候 它的這個最低點 它的Delta基的最低點的話 基本上是在0.5的位置 那0.5的位置是告訴你什麼呢 這個Service有一半被占住 有一半是空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原子它要deposit在這個Service上面的話 它沒有困難去找到位置deposit 所以這個Service基本上會是一個Micro rough的Service 可是當你的Alpha值越大 Alpha值越大就代表就是說 你的從Liquid變成Solid的話 你的entropy的改變變得很大 你的entropy變得很大 所以這時候你就出現了 像我們之前講的Spinoto的部分 你又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NH Curve 那這樣的NH Curve的話 最低點在這裡 最低點在這裡 所以這兩個的話 變成它形成Service的一個 可能的一個它的Occupation Area 如果是在這邊 我們說它可能是0.2 那這個地方可能0.8 所以就有出現兩種可能 就是一個Alpha等於0 Theta等於0.2或Theta等於0.8 所以我們說 我們看到如果是Alpha在小於2的時候 然後 基本上它是一個會形成一個Micro Smooth 但是是Micro Rough Interface 那形成這樣子的一個Crystal 基本上它會是一個Lung Facet 而且它是一個Isetropic Growth 也就是它成長的方向裡面 成長速度每個方向都一樣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成長出來的Crystal 因為它是Micro Rough 所以基本上它會是一個Diffusion Controlling的一個 Rate Controlling State 就是Diffusion在Control這整個的成長 那那時候我又把它推 就是說我們又實際上去做微分的話 1跟2就會存在 然後2會變成它的Critical Point 超過2以上的話 你說到3 它這個地方就會出現一個正的Data GS 不適合它的Mixing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它0.2就像這樣的位置 0.8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所以如果Alpha大於2 Alpha大於2的話 基本上是屬於High Alpha 像這樣的結構 那這樣的結構的話 它長出來的Crystal 基本上會類似像這 就是說它有Facid 所以像這樣Facid的這個Crystal的話 我們說它是Macro的Rough 然後Micro Smooth OK 就是Micro Smooth 所以原子跑到這個Liquid跟Solid的界面的時候 它要跳上去的話 速度會很慢 因為它要去找位置 所以基本上 這樣子的方式 長出這樣的Crystal的話 基本上它是個Interface的Controlling Process 在控制它 在控制它 而且會長成這樣的話 基本上它的Growth Rate 就是說它不同方向 有不同的Growth Rate OK 那如果Alpha很小的時候 它會長出來是 基本上是說一個圓球形 它會是Micro Roughness Micro Smooth 然後不是Facid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 那個Jackson Model告訴你 就是我從Alpha值的大小 其實可以來預測 預測 預測這個你長出來的Crystal的形狀 OK 所以我們去看各種不同的金屬 各種不同的材料 我們大略常看到這樣的現象 就Enthrophy改變是小於2 就是Alpha如果小於2的話 大部分的金屬在Solid Liquid Transformation 還有Inorganic的Glass OK 像一般的SiO2 Germanian Oxide等等這些 比較單純的Glass 那如果它這個是大於2的話 大於2的話 那大部分的Organic 在Solidification的時候 還有Multi Component的Inorganic Glass 因為它的Enthrophy的改變 就變很大了 要特別注意一點 就是說 因為你的Enthrophy的改變 我們這樣講 金屬本身它沒有方向性 金屬它原子在Liquid Phase裡面的狀態 跟在固態裡面的狀態 因為沒有方向性 所以兩邊的Enthrophy的改變量 是比較小的 可是大家這樣想 如果一個Polymer 它裡面有很多的鏈 它這個鏈的話 你要把它每一個都要排整齊的話 是當然就比較不容易 那或者是說另外一些比較複雜的玻璃 複雜的玻璃 像裡面可能會有SiO2 B2O3 Alumin Oxide Calcine Oxide Solidium Oxide 就可能有七八種 那這種玻璃 你要把它排列到整齊的話 你也不容易 所以就是說 從Liquid變Solid的話 它的Enthrophy的改變量 也會比較大 所以這種的話 就是會大於2 所以這長出來的大部分 會是有Phasic 就是它是一個Micro Smooth 就是Micro Rough的一個Crystal 另外的話 像一些Semi-Metals 像Gallion Bismis 或是半導體 Silicon跟Germanian 大部分是大概在等於2左右 OK 水的話也大概在2.63 OK 所以 這個是大概是 是 一些半導體的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 Silicon或Germanian SiliconGermanian的話 它Alpha會大於2 Fk是等於大概四分之三 所以如果你的Alpha Coolium 不夠大的時候 它會長出大的一個平面 就是Facin 但是如果在Data T很大的時候 它會長出來是Dendrite Data T很大 表示它Drain Force很大 所以Drain Force很大的時候 它會一下子射出來 就像Dendrite的形狀就會出來 但是如果你的Data T小的話 你還可能 因為它的Alpha值 Alpha值幾乎在二附近 所以你在Data T很小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長出Facin的Crystal 下面我們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到 這個的話是這個 Data S除了上R是7.46 這個是7.46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Facin 是Facin的這個材料 那你看一下這個 這是銅 你看出來的話它比較圓球型 就是說它的Alpha值比較小了 那像這個的話是Facin 是一個Tin跟錫跟這個T的一個合金 所以它會長出來 有一些平面是比較屬於Coherent 那有一些不是Coherent 但是基本上它會長出來 是比較Facin的一個Crystal 好 那我們之前 剛剛前面講過FK的問題 那FK的話 我這邊再把它做進一步的深論一下給大家看 FK等於說我有一個原子 它在表面上面 在表面上面 它下表面是Bunding 然後上面的話這些是Bund on the service 所以基本上它Total的這個Coordination的話 有包括NP NP就是在這個平面上面 然後有兩個NS NS的話就是一個下面一個上面 所以你的FK的話就是整個Z去除上NP 就是把在這個平面上面接到的這個 看一看它有幾個 所以你去看喔 如果是111的話 FCC在111的話 它在平面上面 你把它看它是123456 所以它有6個 所以這時候它的是1 2 那如果你去看這個的話 100的平面的話 它有1234 所以是1 3 1 3分之1 那這個的話 等於是只有12 記住喔 這個是Colonial Number 只有12 這個不算 這方面不算 因為這方面的Jump distance 比這裡來的大 所以這地方的Colonial Number 是12 所以2除12變成6分之1 100的話 放這個位置 1234 所以4除上12分之1 那這個的話是6除上12分之1 6除上12 所以會得到1 2分之1 然後這個是1 3分之1 這是6分之1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Fk到底的定義是什麼 那之前我也有講過就是說 到底為什麼金屬我們的quench rate要很大 quench rate要很大 它才會形成armorphous 那一個原因很重要的一個原因當然是說 那個金屬本身它是一個金屬件 它本身這個件結沒有方向性 那你這樣想就好 如果一個離子件的話 它要排到很整齊的話 因為它有方向性 它總是要多一點時間 讓它能夠轉方向 然後排列排整齊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它在liquid state上面 它的結構跟solid state上面的結構 如果兩個越接近的話 或是entropy的改變越小的話 那表示這個金屬越容易形成 那如果說它們差得越遠的話 那就是越容易形成armorphous 所以我們這樣來看 這是一個low entropy的change 就是說我如果表面在liquid phase裡面的話 它在表面上面它的亂度沒有改變太多 那當然就是說你的表面很亂的話 那這之間它很容易找到位置去填 那這個亂度減少會比較小 那這個亂度減少 它會比較大 因為你本來在液體裡面很random 但是來到這裡要排得非常非常的整齊 所以entropy像這樣的結構會改變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entropy來看 它在quistallization或solidification的時候 它的entropy的改變 金屬的話大部分是大概只有1左右 silicon germanium這些的話大概是3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1跟3 這些的話都是不容易形成armorphous 也就是說你把它冷卻下來 它很容易就形成結晶 你要形成armorphous 你一定是要quench它 要速度非常快 讓它把這個 它原來在liquid state的這個structure 把它給冷凍下來 可是你看喔 organic compound的話它就比較大 因為organic compound的話 它基本上它的面 也許都是屬於這種比較整齊的 那你organic的話你在液體裡面的話 它本身鏈很長 有很多mormor 還要調整到能夠在你的solid上面的話 它需要的比較多的這個時間 所以基本上這個越大 就越不容易形成這個結晶 OK 那你看 metal from the vapor 它是死 這個就比較容易形成 形成你要的 因為從vapor到這個solid的話 它的entropy的改變就很大了 那感覺很大的話 就是說你越大的話 它就越容易形成結晶 OK 抱歉 越大的話越不容易形成結晶 說錯了 是越小的話越容易形成結晶 然後越大的話 是越容易形成polymer 形成amorphous state 所以你看到有的polymer 那竟然它大到100 所以你可以把它這樣寫 你可以畫一條線 它容易形成結晶的容易度 是從這裡往這裡增加 這裡越容易形成結晶 然後這裡是最不容易形成結晶 OK 那容易形成結晶的 因為它的liquid state上面的entropy 跟在solid state的entropy 兩個越接近 它就越容易形成結晶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做一個amorphous metal的話 那我一定要讓它quench quench的非常快 也許quench要10的5次方 10的4次方度C per秒 per second 所以這時候 你才會可以讓它 避掉結晶 而形成amorphous state 那這個方面最近很多人在做 就是怎麼樣做出amorphous的這個 或是做出所謂的metallic glass